監視器陸下 雜貨店女店員才走出店外 几秒鐘之後 宛如天崩地裂 店內架商務品 猛力一撞 全都變了樣 換一個角度看 原來一瞬間 一輛吊車衝進店裡 還撞破牆壁 但仔細看 車上並沒有駕駛 我以為是地震 這個沒有 看有一台車 下到趕快開門 他說在裡面走過來 前面車子就中進去 差一步 意外發生在10號下午 靜靜二路上 一輛吊車準備進行作業 司機把車停好 下車查看吊掛流程 想到整輛吊車 卻突然倒退路 而吊車司機 看到這一幕 也當場嚇傻 事發地點就在梨長 李源林家附近 聽到巨大聲響 梨長也敢來協助處理 你有放這個 我有放這個 有放石森 他停在這邊 是來做什麼的嗎 沒有啊 他來看工作 工作是 人沒有在車上啊 沒有在車上的時候 他好像去 人沒有在車上 不知道說怎麼會 會逗貼路 撞到那個 那個那個 56號的房子 好在這期以外 女店員剛好走到 店外門口 就差短短15秒鐘 和死神擦肩而過 真的是驚險一瞬間 記者黃稍民 記者黃稍民記者報導 記者黃稍民記者報導